记者李立法屏东报道,堆置在屏东县万丹乡的地用卢渣,业者去年5月开始清运,县府县期三个月内清除,否将连续开罚,业者则评估需耗时10个月,但迄今过了将近13个月还清不完,乡长刘钊将担心豪宇造成有害物质渗透的地,危害地方,要求县府拿出铁板解决问题。 地用公司五年多前在万丹乡租的堆置超过10万吨卢渣,引发居民对空气、土壤及地下室污染疑虑,反弹声浪高涨,屏东县政府去年邀及地方代表及地用公司召开移除卢渣会议,地用表示愿意移除,但需10个月时间,环保局认为当初卢渣进场仅花一个多月,要求三个月内移除, 否将一区域计划法及相关环保法规连续开罚,业者于去年5月底开始清运,进度断断续续,最近因停摆时间过久,引起地方疑虑。 万丹乡长刘昭相说,卢渣已停运近跃,乡民难免会担心,尤其这几天好雨不断,担心有害物质渗透到的地,该批卢渣是在乡公所毫不知情下,经由县府和准堆置,县府就该负起一出责任,给乡民一个交代。 县环保局长鲁台营表示,业者解释清运速度缓慢的理由是堆止场所难免,该局除了持续催促外,并陆续对业者开罚两次共60万元,目前大概还剩下三分之一,会请业者尽快移除,好让乡民安心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